HELLO 大家好 我是Mena Kirby 這是崩壞心胸鐵道1.1版本新活動 中城博物真起步的遊玩流程第二部分 上個部分我們 透過佩拉得知了貝洛伯格有個博物館 也在近期內準備開放 但不幸的是他們有個最重要的館藏的文物被偷走了 那就是所謂的流星碎片 因此他委託我們這個主角就是開拓者 陪同他一起去尋找所謂的流星碎片 在最後我們也是找到了這個流星碎片 也使得這個博物館至少可以開張了 在這邊佩拉順便問了我們這個開拓者說 要不要嘗試看看這個博物館的經理 開拓者非常好心 我們的主角非常好心他就答應了 也因此展開了這個整個就是 類經營模擬內的遊戲 的這個活動就這樣打開了 那在過程中呢我們一邊 就是 尋找其他的就是博物館藏食物 因為其實他們失去的還蠻多的 那另一邊呢我們就是 經營這個博物館 那開發空間啊然後這個 分配金額啊分配人手啊然後招募一些新的人員啊包括 像是西路瓦然後 克拉拉等人喔也是可以也是有加入喔那來當在這邊當志工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我們還是沒有找到目前還是沒有找到這個 所謂偷盜這些博物館的這個 切道團 那 我們呢也在 上次的活動裡面呢 也是把 我們的這個階段提升到三級 真正日上經營階段是到三級 那三級之後解鎖了一個新的任務那只可惜當時呢 任務還沒有開放 要等到時間到才可以 那現在呢我們就是要繼續 這個 所謂的這個主線任務吧漫長匯道 其三 可以看到佩拉已經在這邊等我們了 不曉得呢他會提供什麼樣的情報給我們 然後呢 小時候也會有找到 在時適切生活的工作 在你生意的手段 國際上旅行人士的家旅行機 全世紀月的 再次回復 那波動不曉得 歷史觀可以 然後就要解放 可以 博物館 從來 公開 那 永 絕對 所以是跟什麼 可可利亞有關係嗎 那場戰鬥 我的照片現在就拍一張給你 我的武器直接送給你嗎 放什麼軍事嗎 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跟可可利亞有關係 還有那個被偽造的真相嗎 對於歷史観是有關重要的歷史的意義 文化財、レプリカ、各種文献 先人們的努力和教訓を明記 我們是在過酷的環境中的生命 代代ベロブルグ人們的生命 少許一回到這裡 不然一回到這裡 前提是這個歷史是真相啊 真正的歷史 不好意思我一直很在意那個點 就是他們把可可利亞真正做過的事情 發生的事情可以隱藏起來 這件事情是令我對我自己個人而言 是非常耿耿於懷的 我覺得 不管你有什麼理由吧 我覺得這樣都是 到最後面也許在未來 也許不是在這個世代上 可是在遙遠的未來 都會出大事 一定有人會發現這件事情是有問題的 一定會有 那只是要看什麼時候呢 這個東西 這個導火線真正被點燃 所以 這個方面我是不太溝通啦 但是我在想也許這是 這是他們想要製作 新的劇情的一個小小的開端 有可能是一個伏筆 我不曉得 更加改造度 嗯 對不起 我又有一個常常的癖 但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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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高科技 哈哈哈哈 主角面無表情喔 プロジェクター自体には何の問題もないのですが 展示するにあたって最も重要な 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が盗まれたのです 盗まれたフィルムには貴重な画像が記録されているのですが 今まで原版をコピーする時間がなくて 窃盗犯たちの行動は恐ろしく迅速かつ正確で 展示品の価値を見極める目があると言わざるを得ません スライドプロジェクションは今回の博物館の改装後から導入された 新しいプロジェクトであると同時に 来館した市民たちのために私たちが用意したサプライズでもあります もし原版が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ら 歴史館の開放を無期限に延期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それに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にはあなたやナノカさん 炭鉱さんに関する画像も記録されています 企画側はこの機会に請求列車がベロブルグを訪れた物語を 人々に知ってもらおうと考えていたのです 何時も出入されているので そこは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に不要拍到那些跟真相 跟你們所謂提供給大家的真相 跟歷史有出入的圖案 あなたのスマホ鳴っていませんか ブロニアも 誒 用一個 先用一個花的貼圖去 來 怎麼講 展現出他軌跡嗎 聽說你又來被路伯格了最近還好嗎 當然守護者女士 大守護者女士 被路伯格的人們對我很熱情 可是我說話不用這麼客氣 佩拉已經向我報告過了 經營博物館和找回貴重產品的事情多虧了你 伸出援手才得以右手進展 你打這打好快 但是偷切文字的犯人至今還沒有落亡 這件案子在我看來已經不能再拖延了 有時間的話能否來克以博一趟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和佩拉一起去 話是這麼說 但是我們這邊的展品不該看一看嗎 真的抱歉 沒想到沒想到沒想到 佛羅尼様 那就是我罷了 我們只有我們在這裡 你不太賢 我賢得了 佛羅尼様 你聽到很多展示品都收回了 你聽到很多展示品都收回了 有什麼見解是有什麼? 對,明白了 無論如何,這個騷擾是很長時間 如果在背後的車子裡有什麼有能力 必須拘捕,必須決定為民眾的決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角色要对嘴嘛 对不对 要根据影音去对嘴 虽然说原神也没有做到完美对嘴 因为 他的对嘴的基准 应该是取自于 中文配音 他没有根据每个不同版本的配音 去进行 不同的校准 不同的校准 是因为这样比较麻烦嘛 然后其实也很耗时 然后浪费成本嘛 所以他才选择就是 只有在少部分少部分的一两句话 某些重要场合里面呢 他才会把这个 角色的这个细节放他出来 那大部分的情况呢 其实就是站在那边 那 一样是游戏的视角 然后角色其实 讲话嘴巴是没来懂的 所以 我不晓得 怪怪的 因为这游戏很多地方都是借鉴元神啊 那 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样子呢 我们不是要去广场吗 佩拉你在干嘛 佩拉姐姐 呃 请各别大人 然后这边有点 这边是有点出气哦 就是佩拉应该是要跟我们去广场才对 可是他又在这边 这个应该是 没有任务的情况下 没有活动的情况下 会出现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小小的食物吧 那也因为呢 他跟元神不一样的是 就算今天没有剧情 他还是会安插这些重要的角色 在特定的地方 那 可以再跟他们聊一点天 就是会有一点 会稍微比较有沉浸感 不会那么空虚 但是在活动的时候 我在想也许 你应该要先暂时的 我让佩拉先暂时 不在这边吧 这样 不然这样还蛮出气的 前一秒跟我们说 一起去广场吧 然后下一秒呢 突然就是 怎么站在书校上看东西啊 然后这两个长得还一模一样 就衣服穿的不一样 是不是双胞胎 也许是吧 先从熟人开始吧 先从熟人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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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在日常上避免 常常在喧騷者和大守護者的教訓 這個滿嘴胡言 嘴砲打得蠻厲害的人 你要不要印證一下這個歷史區的助手呢 我們還蠻缺的喔 這個區域應該之後會開放喔 你感覺蠻有才能的 眼前的男人最心於他精心編織的演講內容 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你的到來 你知道文物失先的事嗎 決定了 你一定要進這個歷史區啊 你這個嘴砲打得非常好 而且很會迴避問題喔 哈哈哈哈 歷史區就需要這種人喔 贊送過去的美好跟偉大 就算是假的 你還記得嗎 若一人 什麼 詐欺帽子的パンフレット 有什麼質問嗎 或是你也要加入 Navy Blue詐欺被害者嗎 呃 不用那麼談吧 你沒辦法知道 歷史文化博物館の貴重な展示品 次々と盗まれ シルバーメインは膨大な労力を費やして 捜査に当たっているのに 事實を言うとここ数日 此事件の現況を告発しようと思っていたんだ 咦 即是你 犯罪の確確な証拠を掴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何が証拠だ 証拠なんか必要ない 教えてやる ベロブルグでそんな事をしでかすのは一人しかいない あの恥知らずの青髪の詐欺師だ 好… 医師が犯した罪を裂拠してやる 你只是想要翻舊帳嘛 把他過去干過的事情 但是跟這文物完全沒關係啊 あの… すみません 今日は窃盗事件の調査に来ていまして 私達は事件に関連する証拠を求めているので もし確かな証拠があれば 勤務中のシルバーメインに問い合わ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ふ… 行きましょう 請願書に署名してくれるの? それとも他に聞きたい事でもある? あ… それって歴史文化博物館の展示品が 相次いで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る事件の事? 少し前に聞いた事あるけど まさか 雪国冒険鬼団の作者の自筆原稿まで盗まれた訳じゃないよね 所以你只在意那一個 然後佩拉又很喜歡那一本 ああ…よかった それなら安心 だからそんなに興奮しないで 失礼しました 本題に戻りましょう お聞きしたいのですが あなたは文化財の窃盗事件に関する手掛かり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もしくは最近 身の回りで何か異変を感じた事はありますか? えっと… ちょっと思い出させて 編集部は最近求人を出して 新しく入った実習の編集者が 編集長に何度か怒られてて それから… ごめん 撮るに足らない事ばかりで 特に手掛かりになりそうな事は無いみたい 広場にいる他の人に聞いてみた方がいいと思う そうでしたか 分かりました 時間を取らせてしまってすみません もう行きましょう はぁ… 半日も聞き込みをしたのに 収穫なしだなんて… くぅ… 元気か? 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 こちらの優雅なお嬢ちゃんは 常冬の日の近くで 子供たちに歴史を教えている姿をよく見かける その知識と忍耐力には 目を見張るものがある はぁ… なぜわざわざお嬢ちゃんと… 称賛はありがたく受け取りますが あなたはどちら様ですか? はいあ…じゃあ… 俺がお嬢ちゃん 可愛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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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 都不是… 不是喜歡年輕 可愛い 成熟不喜歡 嘛 でも 俺はレムスティーンの25代党主 俺スケトルバリー レムスティーン お会いできて光栄だ お嬢ちゃんの隣にいる開拓者の事はよく知っている 何しろ 彼は俺の目の前を しょっちゅう通りすぎるくせに めったに挨拶をしてこない 原來你很會記仇啊 拜託我還幫你把你們的錶撿回去了 還還給你 對你很不屑 我還會談一下 他在哪兒 他還找到什麼重要的事 你也知道嗎 我正在身邊有奇妙的事 那是怎麼還怪的 久不久 還想到了 但這件事 你 要知道你的奇妙的事 是有關的改變的事嗎 有什么关系吗 无论是直接关系的关系 但我喜欢我的朋友们的游泳馆 我喜欢我的游泳馆 我和我们的游泳馆伙 我经常说的那些游泳馆 游泳馆 游泳馆 是现在 你不能接触到那朋友们的关系 是吗 是的 那是 我的朋友们的名字是 我和Nobart 以前是在游泳馆酒店 中午的时间 也许 他也有很多人 上流階級的人 但是 Nobart 都没有来到 似乎突然蒸發 他和最终的关系 都记得了 确实内容 让我猜一下 你这个死混蛋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之类的 Lemstein 听不清 人物 是谁也能用 野心 一度是大事 成功 成功 哎呀 居然猜错了 失离了 失离了 上流社会的人的想法 我是无法理解 野心 一度是大事 成功 成功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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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姆斯蒂恩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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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 是有些人 小小的可能性 今天 有些人 尤其 尤其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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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尤其 活了 有些人 那 因为 襲 有什麼手掛的手掛是掛的 文化財窃盜事件 直接関係のある手掛は得られませんでしたが 一つ 気になることがありまして なるほど レムスティーン家の霊息からの情報 ノーバート ノーバート 這個名字 我聽到什麼時候聽到的 我還想想想想想想 啊 我想想想想想 aqu kick plasma 伯父 takim 不 他 諶 résult 他 帶 複雹 你 忍 了 不 最 無 來 他在想要訪問他 他在想他 他在想他的行方 他在想要訪問他 甚至他想要保護他 一切叩く他 他想要訪問他 他在想要訪問他 希君 你能向他 想要訪問他 我去訪問他 他在想要訪問他 他在想要訪問他 我明白 是他 大守護者様 ブローニャ様、ペラ副官 只今戻りました もう戻ってきたの? 交通大臣の邸宅で何か聞き出せた? 少し手間取りましたが 気の弱い何人かの自社が口を割りました 彼らが言うには ノーバーと公主は 確かに最近変な時間に外出していて どこに行くのかと尋ねる度に 少し慌てた様子で 商店街に下見に行くと答えるそうです 自社たちは皆 彼が目上の者に隠れて 誰かと大瀬を重ね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たらしく 特に交通大臣には報告しなかったとのことでした 変な時間… 商店街… まさか… ふむ… お願いがあるの 二人で外縁通路に行って そこの状況を調べてほしい 偏遠動道 実は 二人が広場で聞き込み調査をしている間に 私のところにもいくつか情報が入ってきて それによれば 最近劣界に侵食された街に出入りする不信者が目撃されているらしいの しかも シルバーメイに止められてなかったって ノーバートが慌てて口にした 商店街と合わせて考えると 全ての手掛かりが一つに繋がる気がする では… ノーバートさんは私たちが探している文化財の窃盗犯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 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それなら ここでのんびりしてい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早く捕まえに行きましょう ごめんなさい 私は業務が忙しくて同行できそうにない 二人が順調に盗まれた展示品を見つけられるよう祈っている グズグズしている時間はありません 早速出発しましょう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 しっかり準備をしてきてください ですが あまり時間はかけないように そこに近いな ちょっと変態のような 誰かと言っている というような制度が 適当でときかなくなる それは適当なります この時期は でもこれまでできるので それは 危険に戻っている 試してみる この副本など 主要的屬性は 無屬性兵屬性虛無 這個的話就麻煩了 誰屬性還是留個一隻吧 無屬性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試試看 搭配 對呀試試看吧 雖然練度也不高 我心充鐵道士沒有玩得那麼 輕鬆 對呀 對呀 但是我感到很明显,我感到有很多人 注意一下,如果犯人是NOVERT的,我一定是有助手 我好像在中心裡說話,讓我聽聽 但是,伯娘, 把你扮成了一件大罪的 你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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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賺錢嗎? 你不想考慮, 要不想做什麼? 今天你的言語是 是否熟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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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把他把主角的不利 也太誇張了 但是 現在他們就是犯人了 今天就絕對在原告犯的捕捉 單純明快 他就是兇手 活動其實也到後半度了 所以真的要再有一點轉折也是蠻困難的 現在是沒有雷屬性了 有加的弱點但是因為我們的隊伍 我了解了 好 強化了 再也要再一次 おい お前達 止まれ きっと彼の共犯ですね 起点を聞かせて 切り抜けましょう 通行に必要な合言葉を言え さもなくば ここから離れろ ここは小市民がうろついていい場所じゃない 不烤麵包 烤臘腸 佩拉救我 不煮皮蛋煮皮湯是什麼 私たちの名前を知っている うっかり名前を出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あすいです 開打吧 真正的道理了 有點都是拳頭 拳頭才是真道理 楽にしてあげる 蝶と共に散れ スター類ファントム 今 似合い ふぇーっ ぷっ ふぇっ ふぅぷっ ふっ ぼこぼこにするよ 恰好 ってくよ ウン 50% ガツンと来るやつで行こう ふっ リュウ たまには真面目en内の取って置きをくらえ ふっ 在我怕 住 住 住 它 不要 攻击 想要知識 不凭 這遍 就要 多久 在凡 必須 這邊是我們剛剛偷聽到他們講話的地方 其實有必要每個都打嗎? 因為他好像也不會給助甩 牠還是不太會 圓跡不錯 不錯 好き 楽にしてあげる 超と共に散れ スタールインファントム リポップした ガツンと来るやつで行こう 大強系 うちなかなかやるじゃん ボコボコにするよ 逃げてない 殴ったね 逃がさない うっとしいわね ガツンと来るやつで行こう うちなかなかやるじゃん びっくりした これが運気軍の実力よ いました ノーバートです あ わいそも変女生ね 変性了就對了 今度は何の話をしているのか聞いてみましょう あい フィルムは商品は準備できたか スタールバグは 網路上に很多人がお話をしているのか みたいな 私たちのシステムは あなたがあなたを 全て揃っています ボッチャン もうすぐ買い手が到着しますので こちらへどうぞ よし よくやった もう少しの辛抱だ 俺たちはあと少しでおおもけできる FILM? 剛才FILM就說了嗎? 肯定是我們找到的FILM 家是裕福的 但要考慮這麼歪的事 我可以相信 如果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我覺得 我覺得 活動開頭的時候Bug還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 發現 欸怎麼了 這個後半部 蠻多小小的問題 這有點怪怪的 這樣是不太好 我們要發車 我得 título … 很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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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あの世に送ってやる 哈! 哈! 楽にしてあげる 蝶と共に散礼 スター類ファントム 次 ボコボコに散礙 因為這些我覺得都是怎麼講 你要修正其實應該也不困難吧 以這個 以哈游也好還是 給到團隊的實力喔 ブルスペケのノーバーと そして隣にいる方 こちらを向きなさい 私に見えるように手を置くのです ん なんなんだ お前たちは誰だ 我猜他等一下會假裝自己是被抓的 自己是被逼的 等等吧 ん どういうことだノーバート お前絶対に誰にもバレないって言ってたよな お前と いや シルバーメイ 早くこの侵入者どもを追い払え 呵呵 至少沒有裝的是被人家威脅的 因為已經有這個 衛裝城市那個 銀中鐵衛的 部下了 確實不行 拳頭才是硬道理啊 看一下他的大招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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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是你 你解放的 偶然面試追尋頭 破了 弱抑� 晒歸 快 楽做得到 經過 神教了 神教了 還尊遠欸這傢伙 妙喔 哇這手抖的可厲害了帕金森是這嗎 有什麼 你會討論嗎 你還會有証的嗎 你還會討論嗎 你還會討論嗎 你把財產秘密的招待已經有些人 我已經在写真裡裡了 証論是十分的 你還有什麼說話嗎 我… 糟了… 我… 我不是你相信你 我不是金牌的傻似的傻似 你怎麼這麼無能的傻似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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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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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事情就這樣喔 非常單純的結束啦 還好你不是問你爸爸或媽媽 媽怎麼辦 媽寶爸寶 你是在找什麼 喊腿叔叔是傻 是某個童話嗎還是 是… 你是不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啦 反正你加油的是錢 那你的話可能就GG了 因為你沒錢 你蹲大佬搞不好還好一點喔 嚴重一點就是死刑了吧 你蹲大佬搞不好還好一點喔 嚴重一點就是死刑了吧 會不會是桑柏在暗中搞鬼啊 不知道 這個疑問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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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退出這個劇… 那個… 副本喔 早就只有是… 不… 這一次要分架速度 最終的 你沒事的 我沒有錯過 這麼一刻 往問體驚喜 那麼看得來 不如今 一般機能 成功的是 The three main event show the Truth to travel to the festival 伝説者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迎' 余儀館 博物館の全 staff そしてベロブログの市民を代表して 貴方にお礼を言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ね 貴方の助けがなければ博物館の多くの展示品は 行方知れずになっていたでしょう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不可能是否有任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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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現在的丁度是甚麼會算你 我不想要考慮你 我會是真的 不想要 offers 不過嗎 我跟我說什麼 中國保護師 你繼續iley 歴史館的機構 在工作的工作 好嗎? 不可以說話嗎? 無論如何都沒有任何人 我們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也能讓我們來做好 不可以做好事? 那還有 如果我可以請你分享到一些情報 我們會直接交給你 我們會再見 我們會再見 我們的大守護者 還可以來打公司 歷史去開放 那辛辛苦苦 辛辛苦苦奪回來的這個膠卷也就只有三張 然後偷拍到主角的這些 畫面的 圖片也不在裡面了所以 OK I'm just saying 這是一台投影機他可以展示博物館預製的宣講內容 讓觀眾更清楚的了解貝洛伯格的歷史文化 你可以點播自己想看的內容 要看哪個主題好呢 喔 所以這是主題1嘛那就是我誤會了 那如果切換到主題2 的話呢 喔 隨神聲脆響 有關守護眾人之人的內容 出現了 還有人在講話呢 這個我應該來不及念完喔 然後這歷史也是被修改過的 不是真正的 發生的事情 喔這張是之前的啦這主線劇情會有的 然後可可莉亞 說謊真的好嗎 最後一個 應該是我們的吧 這邊這邊有我們的我們終於出入境了然後 我明明就是男的為什麼是女生 我明明是男的為什麼是女的 壞 我是漢子耶 我是有棒子的 I'm a boy I'm a man I'm not a girl I'm a boy I'm a man I'm not a girl I'm not a girl 這其實不困難吧這個圖其實 真的做一個男主角的圖應該也不困難吧 怎麼會這樣呢 你如果 你試想一下如果今天在玩原神的時候然後傳說任務啊 不用說傳說任務啊 邀約事件好了 邀約事件的結局不是常常都會有這個主角跟 角色邀約事件的對象入境嗎 如果這時候他KING拍出來結果 跟你這個 你選的是空結果他都是贏的樣子在照片裡 那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我覺得這個跟這個東西應該不 怎麼講 這不困難啊這個 這成本應該也不高吧對不對 華洛斯怎麼在這裡 我還介紹他的車子喔這些車子 我上次好像沒有看到這些喔 啊不夠酸啊 這我是覺得可以抱怨一下的因為 這是有點小小的 不妥當啊我覺得 傑怕的傑哥 傑哥來了 我們的傑哥 終於要來打工了嗎 導覽志工嗎沒記錯的話先前已經向佩拉提交過申請表了是他沒收到嗎 那沒事的我先測 我不知道可能要問他 所以他其實本來就想當了 佩拉不想讓他進來吧是不是 一定是故意的 這邊也蠻奇怪的他直接跳到最底下但是我們要往上拉才看到有些玩家 也許會沒有發現這些點吧我也不知道 我是覺得他應該要從最開始應該要從最上面開始 顯示然後讓你自己往下拉 在嗎我在邀請傑怕德擔任博物館的導覽員 導覽員志工 但他說他已經交過申請表了這件事情知情嗎等一下我看看 找到了被我邀載其他文件裡了還沒來得及看 麻煩你和他說一下吧可以準備開始面試喔對了這次你不用當輔助平靜的人好休息一下吧 我失去利用價值了這句話真是傷心了 看來我已經失去利用價值 哪有這種事 不要德平還賣乖 就只是想讓你休息一下而已啦我沒有別的意思 畢竟你一直都在為博物館忙前忙後的 我興趣忙了就麻煩你向他轉達一下囉 他說這是個誤會 我能理解他身為情報官 每天都要面對像山一樣高的卷宗 能數年如一日底始終不出現錯落反而不正常 總之情況我已經了解了辛苦你專門跑一趟 沒有你的話我們兩個人恐怕至今都還能用不清楚狀況 那麼我要去準備跟他說的面試了 希望我之後能有幸在博物館裡為你導覽 下次見 傑哥啊 那這樣我們就回到博物館裡面了 因為也沒有這個面試的問題 直接默認加入了 還要一次喔陣營層喔我發事件 阿蘭薩蘭德的騎槍耶 哇這把是傳說的武器 我們主角在用的 修理間 又要修理了阿蘭薩的騎槍居然是要修 復刻啦 這還蠻合理的喔想說怎麼可能把真品 拿出來 怎麼可能拿到真品 是的 如果能看到你戰鬥的英姿 好喔 電源通道 這時候就要把主角派出來了 啊對我應該要 我沒有派主角上場 完全沒有派主角上場 完蛋了這弱點 這完全沒有弱點 衝來吧 為什麼呢因為我不想浪費時間 這個遊戲 角色沒有對到的話 基本上很難打 好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可以 來 有 是 我 是 我只能做得很快 我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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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招還是沒放出來 笑死 好 這樣可以獲得1萬億的發展金 就每次可以在額外獲得1萬億喔 收集完畢 那也是該 我們要看一下這把槍的敘述啊 這件武器被命名為阿蘭薩蘭德的騎槍 與你手中的那品別無二字 難道在那片迷幻空間中與你交流的小女孩就是初代大守護者本人嗎 是D 雖然為什麼是小女孩不知道 但是就是 感覺是偷懶 也不是偷懶啦 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大可用一個比較 虛幻的那種人影啊什麼的 然後來 來表現也可以啊 就算真的不想要 額外再花一些成本喔然後去弄一個 他的這個人形出來啊特別人形出來也是可以啊 反正他們選擇是使用小蘿莉嘛 可能看到小蘿莉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 所以沒什麼問題 問題不大 I don't know I'm just 我也就只是在隨便亂講話而已啊 那這樣子進一階段提升到五級了 從欣來欣往喔 變成了輝煌鼎盛 因為 更好,但我只能拘捕了三個半份的Snow Candy 公德心教育這方面還有在提升,又有什麼事嗎? 我一直都不思議想在這方面,為何突然文化財の窃盜なんて考えついたのかと それに彼の知識と経験だけでは知恵と歯車をバラバラのパーツに分解して ロボットの体内に隠しておくといったアイデアを思いつく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私の予想通り,彼は半日も尋問しないうちにすべて白状しました ノーバートの供述によると博物館の展示品を狙い始めたのは コールドフッドという謎の人物に煽動されたからだそうです 我只是想要長腿叔叔而已啊,寒腿叔叔 對… そのコールドフッドとやらは博物館の展示品の多くは シルバーメインが強行手段で個人収集家から奪い取ったもので 真の正義は文化財を人々の元へ返すことだと 彼をそそのかしたらしいのですが このようなデタラメ 恐らくノーバート自身も信じていなかったでしょう 彼は単純に自分の能力で大儲けしたかっただけにすぎません コールドフッドは買い手を紹介しただけでなく 彼に策略を授け 顧問費用として3割だけもらえればいいと言っていたそうなので お坊ちゃんからしたらお得なビジネスだったのでしょうね それこそがあなたに連絡した理由です ノーバートの話ではコールドフッドは何をするにも非常に慎重で 特にシルバーメインの一挙手一投足は把握し尽くしているそうです 街で少しでも自分の噂が立つと その途端に跡形もなく姿を消し 影も見つからないのだとか 我還是覺得他就是商博吧 是不是 盤腿素素就是商博吧 もしノーバートの言っていることが事実なら 念のため経験豊富な民間人を派遣して コールドフッドに接触し 表に引きずり出せないか試してみたいのですが 又是我了 對阿 知道我知道 はい 誰もがあなたほどの適任者はい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ノーバートによれば 彼は普段ゲーテホテルの部屋のドア越しに コールドフッドと交流していたそうです いつも約束していたという時間は ちょうど今頃ですね シルバーメインからの最後のお願いだと思って ゲーテホテルに行って コールドフッドと会っ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OK 那 能不去嗎 博物館は来館者でいい子供たちがおかしの そうですね 見かけたらちゃんと叱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本台に戻りますが 私たちが捕まえたノーバートのことは覚えています 今までずっと 私たちが捕まえたノーバートのことは覚えています 這邊還可以重複一次 整整重複一次 話を戻しましょう ノーバート もしノーバート はい ノーバート シルバーめ OK Let's go 私たちに 私たちを視職する テランスは あなたのシルバーメインが 私たちが 私たちが とにかけたら 這個時候還傳訊息給我啊 有點怕怕 已經在房門前了 不愧是我 阿和寒腿數數定下的敲門暗號是輕敲三下重敲兩下 然後接下來就靠我的這個三寸不爛之蛇了 沒問題 客房的房門問思不動 你感覺有一絲良意掠過自己的膝蓋 要是在這寒冷的走廊裡 冰冷的走廊裡再多站一會 你恐怕自己就要變成寒腿數數了 真好笑捏喔 對 是我 這聲音很像三寶喔 我怎麼會出賣你呢 我怎麼會出賣你呢 誰會想要共和苦難嗎 你覺得什麼? 蛤... 你已經算了嗎 你早就知道 你早就買了多少個廊碎的光子 你早就買了多少個廊碎的光子 你怎麼會出賣你呢 也算是好,但... 那麼...五十萬? 你能夠把你的負責提供到那裡嗎? 或者...你... 嘩... 你還沒在那裡,那是個不妙的店... 你開始疑惑了... 不错, 次の質疑是要考慮得很快 ところで 我曾经忘记了什么事, 我想教你了解决 我之前, 我曾经教了解决的事件 你记得吗 是嗎? 結局,那是在哪個部份上解除了嗎? 大概四十個 四十多個 然後就遇到桑柏了 為什麼你一臉驚訝的樣子,這麼難猜嗎 原來還有你想像不到的事情 我早就猜到是你了 尷尬啊 你不是寒腿叔叔嗎,這種寒冷這種冰冷這種尷尬 你應該已經很熟練了 1.3分的1をあなたにあげる というのはどうでしょう 可惜信用點在這遊戲以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到 也許Endgame的話很缺吧 目前我是完全不缺 為什麼我要幫你做這麼多呢 大金ですよ,よく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 僕があなたを落とし入れたことなんてありませんよね お得くいさま 你別想說買我 不,這像極了吧 分かりました この散歩 まさか自分のお得くいさまの手で失脚することになるとは 早く叱るべきところに通報してください 素早く処理した方が 僕の苦しみも長引きません 你這麼老實反而有問題 お得く 就算我們打字的時候要逃跑了 他已經不見了吧 ヤハリね 這次太好猜了吧 あそりゃんぴえられるなんて 仕方ない とにかく ぺらがくるのを待とう ただいま到着しました 容疑者はどこですか あそりゃんぴえられるなんて 仕方ない とにかく ぺらがくるのを待とう ぺらがくるのを待たせ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にもうなずけます 彼が最近シルバーメインを丸め込み 自分は戒心したと思い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にもうなずけます ですが 今回の件で彼の手口は分かりました 今後はもう二度とあのような小細工で私たちを騙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絶対にです 今回はここまでにしましょう あなたは十分すぎるほど手伝ってくださいました 今後の追跡操作はシルバーメインの巡回隊にお任せください どうぞ こちらはお礼の品です これからの旅で役に立つ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 それともし歴史文化博物館の経営を続けたいのでしたら 私とエリスさんは大関係ですからね あ 今の話で思い出したのですが さっきエリスさんがあなたを探していましたよ 博物館に行って彼女に話を聞い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すか 劇情 終回終局吧 うん うん こんにちは 今回はいろいろと助けてくださっ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おかげさまで歴史文化博物館も再び活気を取り戻しました こんなににぎやかな光景を見るのは私が子供の時以来です あ そういえばお伝え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して この前 青い紙の男性がここに来て 博物館の支配人に渡してほしいと 一枚の便箋を残していったんです おわぁ 有所在的地方 ところで 博物館の経営ゲームは 楽しんでいますか これは ちょっとした助言なのですが 実は僕 この方面では なかなかのやり手なんですよ 必要があれば いつでも僕に連絡してください いついかなる時でも はせさんじましょう ご心配なく 僕はどんな仕事でも 真面目に経緯を持って 務めますので 展示品には指一本 触れます 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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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多了這個發展資金喔 這邏輯就不要認真去思考了 什麼 誰叫誰到啦然後還可以 都已經是這次的元兇了還可以過來幫忙 進行博物館 誰叫誰到那我就抓好埋伏嘛然後扣你過來之後幫你抓起來不就好了 這個就不要想了吧 我發事件喔那希爾出來了OK 你有興趣來博物館當志工嗎 博物館好像聽布洛尼亞說過這個不會就是他派你來的吧 是我自己要來的 喔那我就跟你直說了吧 你想想看 費洛伯格歷史文化博物館裡面的歷史和文化兩個詞 哪個和我站在上邊 所以嘛倒也不是我不願意幫忙只是我實在不適合這種工作不好意思啊讓你不要跑一趟了 可是 布洛尼亞會傷心的 你的愛人會對你失望啊 你的力賣對你失望啊 為了他你再考慮一下吧 果然啦還在把布洛尼亞搬出來 不算了吧你拿著我說你寫 熱意笑囉 算你事項 好了開始吧 你可要好好的把我的話給記下來 第一個問題你的姓名是 希兒沒有姓 這邊你還可以鬧他好可愛 好的希兒沒有姓 你逃打 下一問 你有什麼個人經歷 唉我就知道這種問題最麻煩了 你就填沒有吧我會地我辦的那些事情實在是不好說吧 好的那就寫不好說 你這家伙故意的吧 最後一問你有什麼技能特長 這些問題怎麼一個筆一個刁鑽啊我想想 你就寫解決糾紛吧這樣寫 就不至於太嚇人 好的太嚇人無可夢告 好啦算了這就不要鬧好了 辛苦你了 都搞定了吧 人生總要留點驚喜 那最好是驚喜而不是驚嚇 怎麼可能不會通過呢 你的大守護者大人 一聲令下 人家想要把你炒油油都沒辦法喔 愛情就是這麼偉大 這博物館還蠻氣派的嘛讓我想起柳丁正能做孤兒院 愛麗絲 小姐對吧 我是來交 我是來交導覽志工申請表的給你就好了嗎 是的交給我就好 我就把您的履歷轉交給佩拉小姐進行審核 還怪震驚的 我們就在這裡休息一會吧 愛人果然會來啊你看這就是相愛的證明喔他們會莫名其妙的互相吸引 汐兒你怎麼會在這裡 呃 他自願過來的 原來如此 沒想到你最後還是做這個決定 汐兒謝謝你 現在該輪到我問問題了吧 我的申請多半沒通過審核吧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不 佩拉非常認可你的實力 所以就叫我來面試你了 佩拉居然敢命令大守護者 沒有的是大守護者本來就不在高高在上 再加上他是博物館振興計劃總負責人 所以我不覺得聽他調錢有什麼任何問題 雖然他在和我談這件事的時候的確很緊張就死了 直接喊一勾就陪你做個樣子吧 汐兒謝謝你 至於輔助瓶定人 你先去忙自己的手頭試吧等你忙完了 我們就正式開始面試 所以你們還是需要個電燈泡吧 我差點以為你們想要自己 展開一場私人面試然後呢要把我排在外面了 開始吧 不知道為什麼 居然有點緊張 就打琴碰球而已啊 只是哪有個電燈泡在這邊 都很安靜了 你們是在心電感應嗎 畢竟是愛人啊 面試官部落林啊你不會真的在試著和我心電感應吧 我只是第一次以這種姿態和你對話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要不要到此為止 這樣對你我都好也不用浪費我的時間 不行無論如何流程還是要走的 我想向你請教一下面試官應該怎麼提問就比較好 放輕鬆一點 原來如此 那我對著履毅隨地提問就好了 正好也可以真的機會再深入了解一下希兒我的愛人 難道我們之間還不夠了解嗎 可能你們還沒一起 共度良宵之類的我不知道 首先是姓名希兒沒有姓 貝洛伯格有這種姓氏嗎 哼 看來你還不夠了解貝洛伯格 對不起這是我的惡作劇 咦但我還真的沒有聽過這麼奇怪的 喔不是我是想說少見 對不起希兒我希望沒有犯到你 哇這兩個人容易在放閃好煩啊 什麼啊這明顯是我的惡作劇 幹嘛道歉 應該是這樣 不過既然提到你的名字了有一件事我很好奇 希兒這個名字在貝洛伯格本身也很少見有什麼特殊的含義嗎 你可以去玩玩玩崩壞3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這個名字嘛是奧列格老大幫我取的 他說這個名字在古代貝洛伯格裡的意思是靈魂 我是不知道他到底想表達什麼啦 不過在下層那群鬧事的地痞無賴眼裡 我可能真的就像個來 無影去無蹤的鬼吧 居然還有這樣的意象真是學到有趣的知識了 那我們來看下一問吧 個人經歷不好說 雖然我大概能理解但為什麼要這樣寫 希兒所這樣顯得有神秘感 別擅自把你的想法按在我的頭上 技能特長這裡寫的是解決糾紛 寫在字面上就是這樣但我實際到底會做什麼 你在下層區想必也知道的夠多了 我明白不過在博物館的話應該不會有那種程度的糾紛讓你來處理 有眼沒問題我能搞定就這麼想打人嗎 也許你現在真的很想打人 別忘了你現在的職責之意是守護我這個大守護者 你可能不能因為這種事情受傷 Oh my god 這兩個傢伙趕快結婚 一定是沒通過啊怎麼可能啊 自己人 眼裡也這樣啊 只要他能滿意就好了 真愛啊真愛啊真愛啊 還可以了解希兒你看他想要賺到了 然後他讓他 然後希兒就覺得布羅尼亞能夠滿意了 也賺到了 可惡的情侶 然後還在那邊打情罵俏 受夠了 真的是真的是太over了 這樣不行 這樣真的不行 我發事件了放球棍 放球棍終於出現了 有理見了所以就是 應該是要戰鬥吧跟 那個大守護者那個長槍一樣 不過懶得切換切換這個命途 所以 這個就直接帶過就好了 我不會就會判斷了 他沒想到 會去到 對 阿諾澤超級棒球棍啊 這件武器被命名為 開拓者的棒球棍 與你手中的那柄別無二字 沒想到你的武器也有被送進博物館的一天 雖然不是真品 但這也足夠鎮住在他身旁的幾位虛竹朋友了 威天吧 對啊 差一點點了 然後這個是肖像話 大守護者可可莉亞與奇女 這肖像話倒是 布洛尼亞大人稍後會親自立民博物館 他還說希望你能見你一面 我好像沒幹什麼壞事吧 故其實此次與布洛尼亞大人的母親可可莉亞的關係 安排克里伯寶為了可可莉亞大人做的畫像 並希望能夠在我們的博物館裡展出 然後聲音 正耳欲容的這個聲音就出現了 我對你應邀赴約表示悠重的感謝 不不不 我也是剛知道這件事情 那就是命運使然 看來這幅畫像註定需要你的意見才能徹底完成 為了紀念母親 我與組成者一致認為應當為她創作畫像 並且放到博物館裡工作紀念 只是如果畫像作為展品加入博物館 那麼他便需要簡單的介紹 儘管我們已經將可可莉亞大人認定為在戰種種犧牲 但我們仍進一步需要聽取你的意見 我實在是不想要參這場混水 因為這個不是事實啊 你不必謙虛我相信你的直覺 至於如何用得體的語言表達交給我就好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是母親大人執政初期以前的故事 據說母親大人與我一樣 也是從平級的弟弟被選拔來到上層去的 那時的他對一切充滿好奇 尤其是在弟弟看不到的鮮花 間瞎時他總愛去花店 他後來成為了貝洛伯格士官學院手續一職的優等生 以全年第一名的成績從那裡畢業 人們都說他是貝洛伯格最有智慧的頭腦 在那之後 母親大人踏上了執政生涯 並以他人格魅力獲得了全城人民的支持 在他杜瓣下 林中鐵衛終於得以反攻獵界 儘管那代價過於慘重 你覺得 在介紹中 該如何描述母親大人的早年比較好呢 執政初期吧 這樣的話 大守護者可可利亞以他的氣度與鐵碗 喚醒了貝洛伯格每一顆沉睡的靈魂 他為忠誠的鐵衛吹響反攻的號角 無愧為七百年來唯一的先驅 啊 隨便啦 非常恰當吧 然後是他執政後的故事 在母親大人之下最為知名的法令便是封鎖上下城區 一方面這一舉措穩固了貝洛伯格的後方 然而也確實造成了太多無謂的犧牲 人們對此一見多有分歧 他從未遺忘治癒世界的夢想 但卻因某些原因在精神上持續遭折磨 最終寄牢成疾 變成了你熟知的那無情而寡欲的模樣 儘管如此 母親大人仍將我當作他最親愛的女兒 或許他是將所剩無極的溫情留給了我 而非他的子民 對不起 我或許參入了太多私人情感 讓我們言歸正傳吧 你覺得 要怎麼要描述呢 我覺得母親的愛吧 這個算是比較特別的 但這只是我個人的私心 不我相信你的判斷 讓我來想想怎麼說吧 儘管大守護者在殘酷的命運面前落得下風 人性中的光輝亦被逐漸蠶食 但他仍盡力將溫情留給人民 祝他們求得拯救 如同他對待女兒那般 你很會掰餒 那麼接下來是母親大人生命中的最後一刻 但這部分克里伯寶已有定論 我們就跳過這一段吧 啊 因為這是假的嘛 因為是被改的嘛 被篡改的 最後讓我們給母親大人一個忠誠的評價吧 儘管你們一度以刀劍相像 但我相信你能給出完美的答案 身為開拓者和他曾經的敵人 你會如何評價母親 也就是上一任大守護者克克利亞呢 我這樣如實描述吧 然後公共參辦 這卻只有客觀的評價 我確定 剛剛好完成了喔 好 你應該待在牛菜博物館裡的這個成就 我忘記了喔 你就是找回這些 就是把這些任務都解完啊 在解成了 我在講什麼 語無倫次了 你解這些任務 成功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上升了他這個 博物館的這個階級喔 所以並不是只靠經營喔 當然大部分還是要靠經營來 來把它完成 好完成了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肖像畫吧 最後一張是放在了 喔這裡還有兩個耶 我們這個還沒看到 這女兒長得有點熟 第八論大守護者希莉爾蘭德的肖像畫 其展千上如此寫著 她的人生是一場雍鹿浮沉的悲劇 她的統治 讓貝洛伯格的人民長盡疾苦 幼年時的希莉爾資質頻頻 卻因一連串因錯陽差被選中 成為了大守護者的候選人 她的單純和善良 被彼時身居高位的 尖 尖 尖掐之輩吧 忘記尖獻之輩吧 所利用 後者將所有權力揽於一身 不斷推出壓榨平民的苛震 只為滿足自身的貪欲 終於積蓄的陰火與某個敬意的血液炸響 在一場金星設計的騙局中 希莉爾被自己的子民奪去了生命 彼時的人民為暴君的消逝 歡呼雀躍 百年後 則有更多人將她的故事寫成時代的晚哥 魚者 希莉爾 安德 這真的是我認識的那個希莉爾嗎 去問問看魚兒丹是怎麼回事嗎 喔 所以這邊還有個小小的彩蛋吧 因為這個故事好像寫得有點怪怪的 第18任大守護者可可莉亞與其女 布洛妮亞的肖像畫 其上面寫著 大守護者可可莉亞以她的氣度與鐵腕 喚醒了貝洛伯格每一顆沉睡的靈魂 這是我們前面有看過的 儘管大守護者在殘酷的命運中落的下方 這個我們剛才也看過了 就不能再贅述了 然後 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刻裡 這位大守護者依然選擇 以其單薄的身軀對抗來自天外的不可名狀的力量 她為東城捐躯也終於驅散了呼嘯700年不絕的風雪 倉促者 這顆利亞蘭德 倉促者 倉促者 最後你的 嗯 因為智者已經有了嘛 但是 倉促者 嗯 不過我們還知道那個館長要亂跑 所以 他跑去哪了 真是頭疼 史瓦羅也跑到這裡來了 喔對 看一下 在克拉拉的請求下 我來到此處為他提供協助 因此如果必要 我將為你提供路線指引 然後還有解說的服務 非常正經 好你還在這裡喔 有關魚者 犀利兒的畫像 描述與事實不符 但這怎麼可能 這可都是貝洛伯格學院歷史書籍的內容 白紙黑字明明白白 我有支持犀利兒的證據 既然你這樣言之早早 那就給我看看吧 如果你真有證據的話 喔他們改了耶 還是說之前是怎樣 我不知道 現在可以看了 這個是我們之前在撿的 地上撿到的 然後 對 激烈的這個神秘的女孩 這個是跟這個 推箱子的那個小遊戲有關係喔 如果你全部沒有把它解完的話呢 應該可以看到這兩個 萬劍道具 沒想到 沒想到你竟然真的找到了如此寶貴的史料 我稍後馬上安排人根據你的發現修正展覽說明 當然 還要把這個發現的通報給克里伯寶 克里伯寶 好難唸啊 謝謝你 如果沒有你 貝洛伯格歷史 永遠都無法給予這個女孩正確的評價 你確實是貝洛伯格的英雄當之無愧 對面你都會當之無愧啦 英雄啊什麼 已經講了好多遍喔 都麻痹了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 就直接這樣改掉呢 還是說 這個還蠻有趣的喔 這個就是你如果有完成他這個 支線的話呢 才能看到的一些彩蛋 那這個 這方面我覺得設計的不錯 好 他是直接在後面 給他補充 再補上去 後來來自星空的旅行者找到了線索 原來希莉爾的迴響 始終遊蕩在智力破碎的裂界空間中 從未消散 他幫助一個迷茫且無助的靈魂 找到了安息之所 讓他枯極的來生也畫上了句點 倘若事實上卻有能攻靈魂安眠的溫床 願他這次合上雙眼時 能與淒涼的命運徹底決別 願他能微笑著進入夢想 好 稍微是給他補充了一些 那我想整個活動就是到這邊告了一段落 說優點吧 優點的話當然就是說 這是類經營的模擬類玩法 因為畢竟在原神已經有嘗試過了 那在這邊其實也是 有大幅的強化吧 或是做優化 不僅是在經營內容的部分 然後他還穿插了許多就是 一邊你要收集好這些 失竊的這些博物館的文物啊 或者是你要去復刻出一些東西啊 收集這些機器的殘骸等等的 那甚至呢還能把一些主要的角色呢 把它拉進來喔 然後呢 成為這個經營模擬的其中一個助力 這些內容呢其實在 遊玩的過程中啊都比較 可以讓我們這些玩家比較不會覺得 枯燥乏味喔 會有一些變化 那儘管雖然是這樣子喔 那然後 這些 就比較可惜一點點的吧 但是我知道這樣要求太過分了 就是說 這些小內容小遊戲 基本上都是重複性較高的 那對話上呢 大部分呢 除了跟這個 主要角色的這個 互動之外喔 大部分的情況其實 像是收集文物也好啦 還有那些機器人啊等等的 大部分都沒有什麼特別喔 就是基本上就是 其實只是很重複性的一個小小的 一個小任務而已喔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那個名畫 那個名畫的那個畫家他的個性喔 然後再加上就是 跟我們的克拉拉也好啦 還是史瓦羅等等的這些 這些主要角色 那這些的互動呢 然後加入到我們這個 精英模擬類的這個 當著助手啊 都是還蠻有趣的 的一個 彩蛋或者是活動吧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他們去做的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當然就是我們 前面遇到的那幾個bug 就是 主角都是女生喔 那圖片上沒有經過兌換喔 然後或者是說 某些重要的 像是佩拉這樣的角色呢 在任務的執行當中 你還是可以看到他平時的模樣喔 那導致就是會有一些 奇怪的這種粗細的感覺喔 那 這都是小事喔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比較好去糾正的喔 那希望 這個團隊之後 沒有鐵道之後他們可以 把這些小問題可以解決掉吧 那再來還有一個 比較想要講的就是說 劇情方面的話 就是怎麼說 就比較平淡喔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轉折 如果說他們未來 在這個劇情上 能夠有更多的一些 怎麼講 再去琢磨一些吧 然後讓故事變得更有趣的話 我想應該會讓這次的活動 這樣的活動呢 會更好 那 更不用提這個遊戲最大的特色喔 就是所謂的 場景物件互動 那 我們可以看到呢 每一件 每一個畫像喔 那每一個展展展出來的物品 全部都有他的獨特的描述喔 那甚至呢 那在最後面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守護者的 大守護者 離帶大守護者 他們的畫像裡面喔 還有一個跟之前的 支線任務有關的喔 這個魚者的 被稱為魚者的這個 大守護者的 這個支線任務喔 如果你之前有解掉的話呢 你甚至還可以改變它 那觸發出一些小彩蛋喔 那雖然說 大體上沒有什麼太多的變化 但是呢 至少在最後 最後的最後 那這個後綴 還是會加上一個後綴的詞 我覺得這個方面的設計 是很細心的 有解到這個支線的玩家呢 就會在這邊 又可以多認識到一些東西吧 還不錯吧 我覺得這次的這個活動任務 也讓我開始期待吧 接下來他們 有這種大型活動 會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去呈現呢 那我想 這部分 時間也夠長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喔 我們在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